我们两岸客运航线往返北京 除了往返北京首都机场 上海浦东以及虹桥机场 厦门的高崎机场 成都的双流机场的航线之外 其余大陆城市往返台湾的客运航班都暂停飞航 指挥部要求要限制航班 要限制航班 所以请交通部来办理 我们现在是决定只开放北京 浦东 虹桥 厦门 成都 港澳 那其余我们的航班都没有 那第二个我们现在港澳的时候 我们要入境才会进来做我们的居家建议14天 那现在同时今天也宣布 过境港澳 过境港澳 一样会来居家建议14天 从109年2月10日 零时开始到4月30日的23时59分 那我们两岸客运航线 往返北京 除了往返北京首都机场 上海浦东以及红桥机场 厦门的高崎机场 成都的双流机场的航线之外 其余大陆城市往返台湾的客运航班都暂停飞航 交通部后续会折成民航局要求航空公司协助旅客的退改票作业 并免收手续费 我们会要求民航局 折成航空公司这边把我们旅客的这个权益来做好保障 那目前大陆的两岸的航点是有50个航点 那依照2月份的航班的统计呢 目前有1345个航点 未来剩余这5个航点之后 那以2月份的资料统计呢 将剩余583个航点 那做以上的一个补充说明